男子疑似積欠债务缺钱花用 竟然是心生歹念 跑到高雄市的营楼来行抢 爱事发当下 抢了大约是十乐万元的项链之后 拔腿狂奔 店员大喊求助 恰巧有一名骑士看到了建议勇为 协助来拦捕 最后几名合作只花了三分钟 就将嫌犯逮捕归案 那边那边 过来过来 火爆有人营楼行呛 远景飞速递达现场狂奔 准备逮人 那个西装的 他是正能 他是正能 这时热心民众也赶到乡口处 将嫌犯团团包围 压制伤口 自知难逃罚网 嫌犯只能苦苦哀求 事发在26号晚上6点多 一名黄心男子疑似 急欠债务缺钱花用 到广州二街的一间营楼 先是杨春要购买金饰给小孩 要求店家将黄金项链 从橱窗内拿出 供他查看 没想到下一秒就抢走 夺门而出 店员激紧 一人马上报警 另一人则大喊抢劫 争抄一名赵姓 骑士行径 建议勇为回转追上 和远景兵分二路 协力追捕 当场在距离案发地 200公尺三分钟之内 与民众广合力将该抢钱 逮捕归案 被逮货带回 嫌犯快不低头 懊悔不已 据了解 他所抢走的两条一两重的黄金项链 价值约16万元 虽然他口口声声 生活困顿 才会出此下策 但心生呆念 驻下大错 如今也被一抢夺最嫌 一送法办 借天然小剧远高雄潮不倒